他后面写的是肿瘤吗 不是 初步诊断可能还是以 农肿的概率大一点 他很淡定 很从容 目前就想要这样两个 鉴别诊断 没有了 第一站考战 我们实际定是采集 他是紧张的抖吗 你好 请坐好了 我是神经外科的医生 我叫粉琛 我们现在今年是二十八岁是吧 对 我们主要为什么来这里 我 看一下 想看一下头痛 半个脑袋痛 而且会迷 头痛加眩晕 对 多久了 这个头痛是我两三年就有 两三年就有 是吧 对 但是这一周 就是疼起来受不了了 疼都受不了是吧 还能坚持吗 要不要给你先开点止痛药 没有 不用很 行 现在已经比当时更多了 有吃过药吗 吃了 但是这就是消炎药 就是管中耳炎的消炎药 有中耳炎是吧 对 治网炎几年了 四五年 五年多了 那中耳炎我们有治过吧 不是吃药 但是最近有发吧 是之前有效 但是最近就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所以就想要过来看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体温37度8 总有点点高 我觉得它有一个可学的地方 就是它从一开始就发现 这个病人是有发热 然后就把这个中耳炎的病史 也去继续追问了一下 我问是哪个中耳炎 还是两边都有 右边 那头痛是哪一侧 头痛也是右侧 也是右侧是吧 好 那我知道了 我感觉从它的问诊中 它已经逐步理清了 这个中耳炎引起的脑浓肿 但是这个头痛是我们中耳炎 有了之后才有的 那你说中耳炎五年了吗 头痛才两到三年 所以中耳炎有了之后才有的 是吧 对 于是它在查体的过程中 它是观察了患者 有没有耳道的流浓 也进行了乳突压痛的这个测试 周围有点痛吗 不痛 不痛 我们放松 我看你头 你痛就跟我说 好不好 痛吗 痛是吧 它查了脑膜刺激针 患者都是有一个阳性的这个表现 我们要做的检查的话是这样子 有这么几项 第一个是血的一些检查东西 第二个是脑子的生化图片 然后第三个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核磁共振 然后再来做个DWI 就是弥散 就是一个附属的检查项目 您过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 您看左右对比一下 然后这地方是一个凸上的囊 看左右对比就不一样 对吧 看出来了没 就很大一个囊 它后面写的是肿瘤吗 不是 初步指呢 可能还是以浓肿的概率大一点 所以很淡定 很从容 那么具体是我们如今腰体到底有没有感染 跟肿瘤镜的鉴别 我们就要做腰穿 腰穿是什么 腰穿就是要抽出你的脑脊叶过来看一下 那如果是脑脑肿 可能脑脊叶它颜色就不正常 就不是轻量脑脊叶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延性的指标在里面 懂我意思吧 它对患者为什么要做腰穿 腰穿的结果目的是什么 这个解释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农肿的话就不用住院了吧 农肿很难说 因为目前它农肿的大小不是很大 我们首先还是抗生素治疗 抗生素是做化疗吗 抗生素不是化疗 就是消炎药 就是能够针对很多病菌的消炎药 先用上去 等我们脑脊叶穿刺结果出来 知道它到底什么细菌的感染之后 我们再用针对性的一些消炎药上去 然后把它给处理掉 那么如果处理不掉 我们还有办法要说穿刺抽农 如果农腔如果反复发生农肿 我们还有个选择就是 穿刺的一个质管引流 懂我意思吗 那么它对病人解释中间 还是有阶梯治疗的这个概念存在的 可以介绍的还是可以的 这一战的时间到了 为什么这个表情 风尘压力很大 第一个出场 这一战要求你给病人做一次腰穿 全程了 这不是那个环节的事 它没问题 对 它不是很稳吗 先患者体位放到最可能床边的位置 再好勤手套 铺动筋 抽取麻药 核对麻药的生产日期 把麻药 真心穿刺 看到有液体流出 测压 这样的 准备退出真心 再次消灭 准备退出真心 再次消灭 考生他的腰穿这个技能还是不错的 都优秀 嗯 起来 说话 都 考好了 嗯 写多少我看看 嗯 基本上 对你就后面就诊断是 那个诊断的话 第一个是患者是右侧小脑脑肿 然后那个鉴别诊断是单发的囊肿 然后囊肿的话也会形成一个囊腔 然后里面有液体 但是在那个弥赛项上 是有一个高信号的一个表现 头脑都清晰 目前就想要这样两个鉴别诊断 没有了 没怎么怕 这是很典型的原型脑脑肿 看坏了 总之来讲不错 包括诊疗的思路操作 包括人文方面做得比较不错